三人行 李文娜要祝贺你啊 打官司又打赢了 给你九个案子 赔了你多少钱呢 开发商辅阳 还有台商刘天栋 赔了我有史以来最多的钱 我偏要一块钱 16万人民币 16万人民币 高开发商不得了在北京 他们真的会赔吗 赔拿到钱了 拿到钱了 我要他马上给法院 我的法院再给我 而且他现金标志票 那闻到咱们晚上有安排了 按照香港的规矩 这种情况啊 我们就得喊万岁 怎么讲 那怎么叫万岁 就是谁多了一笔钱 比如说打官司打赢了 赌钱赢了 怎么样了 这时候呢 他宣布给大家听的时候 大家就会喊万岁 万岁的意思就是 你得请大伙 好好吃一顿 不行不行 因为我高的是50万 我才拿到16万 这玩意儿成了产业了 第一次赢钱 第一次赢钱 对 那我投资这么多 五年来的立案非汉历 是被你没赚赔本 你要这么能挑刺 你不如去当什么政协委员什么的 就多为人民群众发现一些需要改正的现象 我刚也建议你 你这个性格 眼里不如沙子 你别光为了你自己啊 你为了全国人民啊 我刚才跟文道讲说 政协好 不晓要不要把我的美国步骤 give up 因为现在是我的保护神 所以不要的话我可以去 看谁要选我 可是每次要听着领导讲话 完了要慢慢的 同样时间翻这个纸的时候 我在讽刺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个 而且还有这个认真超比戒状 对对对 我要在天文面前要说 我拿字笔要坐在那边 摆个pose 对对对 那你的很多方案最后也弄不出去 你说你看 他说这个事让我想起最近 不跟两会没关系 就是说 两会拍的很 小会 对两会当然拍的好 很好 你说两会门口热闹着呢 就是说有很多明星那个委员哈 那个记者啊 哎呀这个话筒如临当然是了 画一下就围过去 但是问题在于好多记者 其实也不认识这些明星 对不对 有个女记者一直在后边拽杨岚 杨岚往里走 哎 你是杨岚助理吗 你是杨岚助理吗 对 然后就说冯小刚戴这个帽子进来 然后一大帮记者围上去 实际围在外圈的记者都说 哎 这人谁啊 这人谁 管他是谁 拍了肯定没错 还想说 多没面子的明星 对 还想说 你想问他什么呀 问什么集结号啊 或者问这个 有个女记者说 其实我想问问他 对燕照门事件怎么看 我觉得挺有意思 所以你还别说 李文 现在这个开会的这个官员 我觉得啊 他的形象 也可以照明星的这个要求来比照 为什么呢 你说最近出了一个争议 北京通州区 区长 在会上呢 这个讲话 任乃平 然后呢 邓乃平 还邓小平呢 邓乃平 然后呢 他这个区里边有份报纸 叫做什么通州时讯 这报纸里有一个52岁的老摄影记者 什么照片都是他拍啊 那天他拍 他说他等了半个小时 就没愣没等着区长抬头 你知道吗 区长一直低头在念稿子 就像你刚才说 那些稿子 愣没抬头 然后 他拍了一个照片 发出去之后 你知道吗 他被吵了 为什么 政治事故 说 我就是引用这原文呢 就是说 你看 这个 他说呢 这个 这张照片作为图片新闻 传达大会的精神 这张照片什么问题呢 就是低着头 闭着眼 形象不佳 被认为 说这样传达大会的精神是错误的 不振奋的 难道照片想告诉读者 通州区去年的工作没做好 区长在低头认罪吗 他不要弄很死板的每个领导都在念稿就好了 都没事了 所以这个记者被吵了 人家现在失业了 他这个特别后悔的 他就是说要是用那张照片就好了 在亲切热烈的气氛中 区领导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和建议 共同描绘好通州区2008发展蓝图 说照片里排在右二的区长 笑容可举 说要是用这张就好了 他可后悔 对 所以他没有一个台 因为平常有一个台在上面 像人民大会堂 所有领导都做个高高盖上的台 所以他有一个角度 可以拍到他的所有的表情 他这个在天下第一层 好像不是什么大的地方 所以就没有什么角度 对他说他哭哭等了 哭哭真的哭哭等了半个小时 他还跟区长叫喊冤的 说区长 你那半小时里 只要你抬过一次头 我就老摄影记者 我肯定抓得着 但是你就没抬头 我越看这个 越想很想笑 王莉莉 对不对 这个记者的名字 他人特别 他特别老实的感觉 年年的先进工作者 对 52岁 拿到了磁退充支出 但是当然 就是说 就像原来说陈冠希事件一样 就是说这是一个技术性错误 比如说咱知道 你这个摄像师 你这个没拍到 这个人物比较好的一个样子 那这是你的摄影技术 你的业务 等一下 我觉得这个问题 在谈这个技术性错误之前 我们要区分好 这里面有几个层次的问题在 第一个层次是 这个记者犯的 这所谓技术性错误 这个到底是谁的责任 就是说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这区长 其实他要了解 因为我觉得那个记者说的对 你从头到尾没抬过头 你叫人家怎么样拍到你抬头的照片呢 你等于今天告诉大家 大家来拍我裸照 但是我不脱衣服 对不对 对啊 这记者也说 我中间也不能喊 剧长抬下头 对 但其实有些地方是可以喊的 我跟你讲 这个所有的 你比如说李文在美国就看到 很多这种外国的政要 他出来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们 比如说 你别说外国 就比如说我们国家领导人 在做很多会是握手 对 他有一个领导 对不对 对 他为什么握很久 那是要给大家拍 对 就说你这个被拍的人 你也要懂得主动配合 就是说人家 你想人家给你 你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你就常常要注意自己在镜头前面 所以很多领导人 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 他无时无刻生活在一种 有镜头的感觉之中 就算没记者 他路上走 他也随时要神采飞扬 觉得随时有镜头要拍 所以你看马英九 台湾的那个 都形成了一个叫太空漫步 每次投完票完了 知道花那么多都是记者 卡 卡 就是让你照相 他又觉得他蛮可怜 他可能要快退休的王莉莉 52岁的 又是什么先进的 每年什么 先进公认者 对不起 这样那么凶好不好 我讲英文的时候 你给我小心点 对上海比较好 温柔一点 所以呢 看我像想忘记要讲什么了 你说这个王莉莉 她快退休了 对 我觉得她就是个替罪羊 因为假如说 这不是政治事件的话 我们都知道我们公众人物 被拍的时候 记者要把这个照片给谁 编辑 还有主编 还有art director 就是搞艺术的这些 骗着 这么多为什么没有被fire 没有被砍 没有被 为什么没有他 因为照片你拍很多 对啊 你选用这张不是他的选择 拍六张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这个整个制作的流程 但是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这是个政治错误 我觉得这个问题更重要 这个问题更重要 闻到你说的对 我就觉得他说的一些事啊 这个事情 这个这个咱不评价啊 但是他讲的一些这个信息啊 挺有意思 你比如他为什么说导向性偏差了 说这个照片的他的作用是什么呢 你这样传达大会的精神呢 是错误的 不振奋的 你发现这个里边隐含着一种思维的惯性 就过去 哎 有一个段子 我觉得特别说明这个 你看啊 就是会议没有不隆重的 闭目没有不胜利的 讲话没有不重要的 鼓掌没有不热烈的 领导没有不重视的 看望没有不亲切的 接见没有不亲自的 进展没有不顺利的 完成没有不圆满的 成就没有不巨大的 决议没有不通过的 人心没有不振奋的 你刚才说 领导没有不微笑的 问题没有不解决的 形式没有不大好的 观点没有不赞同的 这是讽刺 就是说 通常我们对会议做的那个报道啊 有很多这个套话 你看一般都是经久不息的 雷鸣般的掌声 就全是这种 就是说明我们假定 实际这么看 我看我们这会议气氛 比台湾强多了 台湾的拳头 鞋子都上去了 所以首先呢 你如果这个领导 像我们刚才讲 你如果想 大家对你有一个好的形象 责任首先在你自己 对不对 就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 现在第二问题就是说 你这个形象要好位的是什么呢 你为什么不坦白告诉大家 就是说 我觉得他拍的我不好看 这不就成了吗 你现在把它变成一个 政治化的一个罪名 这是莫须有 他这种解读方式 其实类似于 明清两代那种文字欲 比如说这照片 从读者的角度来讲 比如说我们一般读者 老百姓啊 坦白讲 看这样一张照片 你能不能够联想到 哎呀 这个会恐怕不大振奋 区长认罪呢 你不会这么想的 其实我们看了就看了 这种解读呢 是只有这个 恐怕这个区里面某部分人啊 也不一定是那个区长本人 也就是某部分人 他有这种解读 你比如说我们一般老百姓看 其实我们读不到 哎呦 这会看得不好啊 哎呀 这太让人不振奋了 哎呀 这太不妙了 你不会这么想 对不对 我在多年前 我跟你说 反正在一个地方 有这样的事 电视台的一个记者 来吵了 领导做检查 说为了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说拍电视摄像机啊 拍领导呢 有点这个聪明绝顶 你知道吗 就是聪明绝顶 那么这灯就像咱们这灯 照着脑门 太亮嘛 亮可能那记者是白平衡 没调好 还怎么回事 这儿就出现一块白白方块 其实吃光了 我们知道就有点吃光了 就这么个事故 就是你这个对领导不尊敬 我觉得国外都很大气 我今天还带了很多搞笑 对不对 每个中午都被搞笑过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觉得就像上次个法国总统 那个事件 好像跟他去了一个地方 去跟他握手 大个急 对不对 他最后那个人 跟他吵架 跟他吵架 对嘛 在YouTube 几百万个人看了 那那个的巴黎 什么报纸也没有说被 好了 你们每个人都给我摄像师 到编辑 全部都被fire掉 你说这事 这倒可以出出 李文给咱们找的那个图片 你要在要在美国 这小布什 是吧 这么搞他 没问题 是吧 你再看下面 空中人员 你看 搞他这一家 那个谁 拉灯吗 对 大达姆那是 是吗 对 然后你再看下一张 你看 这是 克林顿 赖斯 小布什 你看他美国 他就有这种文化 他这么给你搞 好来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刚刚说这个 大方跟小气的问题 我觉得还有一点 我觉得中国迟早 也会变得很大方的观点 为什么呢 你刚刚说 广东你当年 看见了那件事 对 那时候我们媒体 没有现在那么开放 但你看 比如说像通州这事 是不是媒体 大家都报了 全国大部分人都知道 我昨天晚上 为了这个去上网看 很多都被删了 是吧 没关系 反正之前已经出去了 大家知道 已经热烈的讨论 好了 这表示什么呢 就你想想看 老百姓呢 现在有那么多的讯息 渠道 你一个地方出了这样的一件事 就大家都知道 反过来 你一开始这个地方部门通州啊 不知道是谁 他可能做这个行动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是想维护这个区长的形象 这么搞出来之后 反而败坏了这个形象 对不对 有影响了 反而大家都知道 所以将来呢 就大家都要小心翼翼翼 而且呢 不敢随便了 他从这个里边啊 确实还引出一个话题 你像咱刚才看见那个 什么小布什那个哈 那当然他这个社会制度不一样 但是呢 现在就也有人聊这个 就说对于这个官员呢 多多余的尊敬和这个敬意 或者说讨好啊 这个东西有没有必要 有人这些什么叫多余的呢 你比如说 人与人之间 他必要的 他他要尊敬啊 包括见到长官 有他应有的一个礼仪 但是实际上 现在呢 你看我们对于领导的形象 非常紧张 所以现在这一派意见就认为 就是说你这个公众舆论面前 要不要对这个当官的 就这个官员 表现出那种意义出来的 预出来的这种 这种赞颂敬仰 比如说他给你拍照片 一定要高大权 尽量的让你这个形象超好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其实很虚文很假 可是在北京这个很难讲 因为这是又是权和权的地方 所以这两个就是 利益关系很严重的 所以就像上次 我实际上听你讲说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我觉得在中国 我们是我们的媒体 碰到官员的时候 应该这么讲 我们直到今天 我们的媒体 不止没有一个基础上 制度上一个独立的保证 态度上 现在主要讲态度上 做媒体的人也不独立 我举一个例子 我昨天晚上还在看一个新闻节目 那是BBC的一个节目 它是其实重播一个片段 那个节目平常我还挺喜欢看 它有一个老记者 一个主持人 讲话很酷的 他访问谁呢 他访问前美国国务卿 鲍威尔 就那个黑人 那个五星上将 他访问他的时候怎么样呢 他就提到鲍威尔 他就问鲍威尔 鲍威尔 你那时候说过 伊拉特上战争 是你的战争 是你们的战争 他说不不不 我没说过 然后他拿着 你还说没说过 你说谎 你就说过 我告诉你 什么事都说过 他就一直骂 然后就不准他说话 鲍威尔要辩解 你先听我说完 就克制他 那我就在想 我们在中国 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采访 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 我们的采访 你不要 如果你觉得这个记者太凶 OK 我们客气一点 那中国访问官员的采访 是怎么做呢 是一来 先打哈 先鞠躬 哎呀 您在那先赞美一番 其实这已经不客观了 你本人在让我们的观众 在看节目的时候 已经先要有个铺垫 哎呀 这个印象很好 是这样 我自己也觉得 我是新闻系毕业的 可是一毕业 我就发现 我当不了采访记者 就是因为 我觉得我有一种魅骨 就是 什么是魅骨 你看 现魅啊 魅啊 妩媚啊 这情调你没有 什么意思 就不是 就比如说 我实习的时候 让我采访一个区长 哎呀 我发自内心 我去找秘书 你就要惨媚了 对吧 不是因为 我有什么事求他 我跟你说 我发现这是 很深层的 就是比如一个区长 在那 首先 你是崇拜人家吗 我绝不是崇拜 这是一种什么造成的呢 一种潜意识里的心理 就觉得 还是名媛 我哪能让人不开心呢 对吧 我哪能把人碰出戳呢 我肯定是去长 咱们这年 工农业总产值 提升得很快啊 是吧 去长 您这个 平常是怎么来管理 这么大的一个事业的 我就不由自主的 你知道吗 是就是 就觉得这像什么 泡化 黑化 天王盖的虎 包打正和腰 我觉得中国人很多时候啊 一问一答之间呢 实际上是一种套化 就是我是个记者 可是我从骨子里 我也没敢招人 对吧 那么我就说一些 该采访你什么问题呢 请您谈谈 咱们这次会议的伟大精神 我就这么问呢 而且最大的问题在哪 我们不只访问 中国的官员的时候 是用这样的态度 访问外国领导员还是一样 您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我们很多电视台的记者 一些节目 访问一些外国的国家的领袖的时候啊 你觉得他对那些外国领袖的态度 跟你刚才说对象是一样的 不由自主胜肝爬 你见吧 关你什么事 他不影响你 但是比如说 特别我注意到 不是说问 不敢问尖锐的问题 他也会问 但他怎么问呢 你比如说别的国家的记者 比如说我常常看一些 外国的新闻节目 那些记者问一些领导人 尖锐问题 他很直接说 那么你那个部长是贪污了吧 你那个部长就是贪污吧 对 我们的记者是怎么问的 我们记者问到这么一个 内阁出问题的一个领导人 就会问他 哎呀 总理先生 我们听到有很多的评论 有意见 他们有这个说法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他们说啊 你那个什么什么部长 好像有贪污 不是吧 哎呦 这叫我们 这叫会聊天的 哪能直接聊天的 我看你说这种记者 李文当何事了 李文是这种 所以很多人不想跟我做节目 马上编导 编导到制片人 今天饭碗就没有了 你就叫什么呢 不知趣 不明细 不会来事 不羡慕 不羡慕 对 绝对不羡慕 我觉得我现在在内地五年 我看到每次领导 领导人 不管是区长 还是省长 还是国家领导人 他们讲话的时候 你看他一根头发 都不会乱动的 你希望他乱动吗 没有 意思就是 不会有一点点的瑕疵 这个是有点太假的 因为你国家领导人 或区长 都是人 所以你看国外的领导 总统都会去什么 Leaderman 或者Tonight Show Opera都上 跟你这样调改 跟你玩 你要讲什么 问什么 这是很容易 你知道人性的 不是像内地讲说 人性化吗 很多人性化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跟老百姓 有个距离 反而不好 开不起玩笑 对 所以也有些人讲 你像这个 说是小不实 整天满嘴胡说八道的 就经常说错话 说其实 也是一种亲民的策略 大家只要他够傻 跟我们一样 是吧 游然而生亲近感 像现在我见到 我就原来老师 我见到一个高官 我真的是 我也不想求人家 对吧 所以最好 我也不想见他们 这个 但是 因为什么呢 见到之后 我就把持不住的 要背空 这才太烦人了 这不太考验了 相像再原型广告 之后见 当然这里头 还有很根本的 制度的问题了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 就是我们凤凰 不是有一些 内部的刊物吗 内部的通讯 你可不可能 在凤凰内部通讯上面 比如说 我们恶搞一下刘长乐 那你不敢 不敢对不对 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你们公司 内部的东西 那么他是老板 对不对 那么其实呢 我们也不要把外国 想象的十分美好 如果你的媒体 是变成一种 内部刊物的时候 你还是会 受到这种限制 现在问题在哪 就是在于 媒体 它是不是应该 有一个更 相对独立的地位 我觉得这官员 要了解的地方 就是你底下的媒体 虽然理论上 你是他的主管 你是他的顶层 层的上司 可是他不只是 你的公司的 内部刊物 你管的这个单位 不是一家公司 不是你的家族企业 这是老百姓的 你作为领导人 什么叫领导人 你只是公仆 谁是主人 我们是主人 这个媒体为谁服务 为我们服务 为大家服务 你说的这个 我跟你说 中国的媒体 其实在发展中 也是跟随着 中国开放的脚步 你说我们那个时候 就觉得 觉得人家美国记者 怎么敢对官员 平等的 怎么能 平等制度的问题 平等质问 后来我们说 我们能不能 壮着胆子 来呢 是吧 甚至后来 遭遍 担不住就好了 一个小小区长 都被这个样子 后来就说 你看 现在媒体 也开放一点 有时候也敢于 好像有些评论员 自由的 这个议政论证 可是我老实讲 我总觉得 这里头 透着有点心虚 你就要不说 它是一个过渡阶段 这叫什么呢 现在有时候会出现一种 明明不敢厉害 于是就装作可以厉害 评论员呢 是你明明知道 不敢瞎说 于是就装作可以瞎说 感觉你言论很自由 说的好像 实际 你心里 你心里还是恐惧啊 我就发现啊 做的一个媒体人 至少我个人 当讲到任何 跟政治有关的事 我内心深处啊 其实是怕 是什么 衡量了 最后别得罪 是吧 最好宁夸 也别给人找麻烦 其实都根源于 内心深处有一个怕 也不知道实在怕什么 我还有一个 我觉得老百姓 像我们 他们眼睛也慢慢会血量 他们也不笨 像我 虽然看不懂中文 可是我一定要看五份报纸 我知道是有言论自由的 有一些报纸不能报的 像青年报 青年报是党报 怎么讲 北京青年报 我就不定 还是团报啊 团报党报都差不多一样 我每一个案子 只要是点名在信 他就不点 某某人 被告某某人 李文银 我的名字每次都怕 可是青年报 光明日报 还有清华时报 人民日报团就敢讲 这就是我的技巧啊 你看我在节目里 说谁我都不提名 是吧 某地 某区 这咱们谁都 咱们就把事说了 何必得罪人呢 又来了 又来了 又怕又怕了